灰省政府加強調查省民利用安省地址逃稅的行為 並且成功追回近600萬元稅項 灰省稅務部門在5年前成立一個審計小組 聯同灰省警方在過去3年調查447人 發現當中有179人利用安省地址逃稅 稅務部門隨後發出通知並成功追回570多萬元稅項 當中包括罰款和離息 有稅務專家表示在利用收入多少來計算交稅金額時 安省比起灰省有明顯優勢 例如一個年收入10萬元的人在安省要交稅大概23000元 但在灰省要交29000元收入越多差距越大 灰省社布魯克大學教授基里瓦斯表示 灰省是全國唯一擁有獨立稅收部門的省份 納稅人是否應該交稅給省府取決於他們的主要居所是否在灰省 通常的做法是根據他們的駕照地址和名下車輛的車牌註冊地址 有住在安省和灰省接養邊界完善的居民向當局報告 他們的一些鄰居有很多年都保留著安省車牌的情況 通常的下車包 大後來的約束 大後來的確擁有一個位置 合佳寶 大後來的比特字 亞洲我好 大後來的確保